越南有一个人 他本来也本身不修行什么 他专门卖那个鸡鸭那个皱 他鸡鸭的皱啊 杀身很多 然后有一次他又生病了 生病很严重 不知道有什么病 这个病很严重 旁边那边不能动 好像死掉一样 就是那个心脏 还有一点混乱在这边 心的部分 所以人那个家庭的人 舍不得埋葬呀 就留在家里 躺在那边好几天 不能动 他回来以后他就行回来 行过来就告诉他们的家人 还有写一本书 告诉人家他杀地狱的情况怎么样 他回来 但是杀地狱的时候 就看到全身都被鸭鸡 那个猪啊 那个猪啊 那些都跑过来咬他 全身都被咬 哇 几百几千这个鸭子啊 鸡子都来咬啊 哇 咬的算痛了 要命 在那边那个时候 贼记者有经过寺庙一次 有人叫他命 冠阴福山 那主人就来了 好 就马上来了 来了就 叫那些鸡鸭停一下 然后那个卖粥的人来说 哎呀他们做太算风了 先救命一下 我观念福山说 这个是你的业障 我怎么救你啊 是不是 你杀人家的时候 他们也叫救命 你没有 你没有那个慈悲心啊 饶他们的命 现在你还还叫谁饶你啊 是吗 那个人说 哎呀 我现在忏悔了 我以前无名不知道 我现在回去 如果饶我回去 我一定做善事 我一定修行 把功德回赠给他们 现在如果不饶我 就去此把我摇死的话 那两边你要有什么好处 观念福山说 好 跟那些鸡鸭 那些猪说 你们有听到了没 现在同不同意啊 好 那些鸡鸭说OK 既然OK啊 不过观念福山还说 那个你的业障太深 不是这样子那么简单消除 然后就说 那个人就说 那怎么能够 能够我洗我的业障啊 懂不懂 我愿意接受任何厨法 然后观念福山就 就说 就带他到那个厨法 那个大殿那里去 那边啊 就有很多那种厨法的工具 有的用割舌的 割鼻的 割 那那业障在哪里 就割那里就对了 观念福山就 应该要洗他的业障啊 他跪下来 吞那些很热的那个 化碳啊 铁的碳 他说哎呦我怎么吞得下去 那些鬼官说不要也要吞 还没讲完啊 那个铁的碳就跑到他的口进去了 根本他们没有办法抵抗啊 他跑进去 他说哦没事 一跑进去好几个环这样子 不是一个而已 他说混飞搏战了 全身都好像被裂开了 变成卫尘一样 他说他痛苦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的 讲好几个这样子 他一直跑进去 一直跑进去 没有办法 拒绝呢 业障嘛 那个业力的势器进去 这样你痛苦不得了 一直久生不得久 死不能这样子 后来就终于还是吞完了 然后万一菩萨说好 现在你回去了 要好好修行 不能再做剎月的工作 不能再吃肉 要吃午节 以后会有人来传法给你 叫你解脱这样子 这就忽然间就那个鬼官了 退他一下 他就回来成见了 就开始在呼吸了 他就讲这些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有写下来 他把他的钱通通都赢了 那个本书 那个免费送给人家 他开始那个以前 写以前他说 任何的 他讲里面一区两区 都是正话的 他跟佛菩萨十方三次发愿 如果他讲夹了一句的话 他永久是地狱 给大家相信 给读者那些相信 他却大家做好 却大家不要杀生 却大家是说直接这样子 还有修行这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怎么回事 我们下期再见 Braun 我怎么回事 我们下期再见 你怎么回事 我